各位卓先生 歡迎新星期六 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今天天氣還是冷的 提醒大家 航欄天氣警告和紅色的貨車危險警告 現在正在生效 今早來說 各區的低溫普遍都是10度或以下 提醒大家出門口的時候要注意保暖 如果要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就可以看到 其實雲大仍然覆蓋著南海的北部 以及廣東沿岸地區 我們預料今天的天色都是以當雲為主 接下來就是平安夜和聖誕節 如果看電腦預報就可以看到 其實冬季的季後風會持續影響我們 天氣就會持續寒冷 接著可以先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的預測是天氣寒冷 天色以大致當雲為主 早上就會有幾陣的微雨 日間就是天氣乾燥 最高的氣溫大概是12度 風那方面就會吹和換至清淨的北風 至於展望那方面 我們預測平安夜和聖誕節 都是持續地行韓冷 至於天色方面 下週初就會漸轉明朗 而留意氣溫到下星期的中期 就會逐漸回升 天氣寒冷 聖誕氣氛也不錯 不過提醒大家 也要多點關心身邊的家人的身體健康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週末